我們購物台說要買好書 這本書是雪紅軒赤毒和秋水軒赤毒 這些書當然要買 今集就要講一講這本書裡面的其中一個超級實用的信 窮到孔 剛巧有長輩來問候 用自己的作品來問長輩換幅畫回來 《福王足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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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近光儀時親交喋 匆匆厄別暀暀相思 傾風話涵 仿連舊語 肆淫大閘如坐春風 民陷驚會後來43至可哪三便 開篇捧讀佩服無量 敬林先生像理悠遊 琴書甜色 望齊山斗入拜昌泥 回掃工場良心思索 更揚成記跡 區區空詞 茂蒙錄一公然 睽佛一場觸錄 榴蓮之境淪落天涯 歸繼難逃空囊修劫 以足先生東山高過 欲赤尚慈 真不抵神仙眾人何善如知 前誠慧賜 畫幅廢影 呂如全觀 忽被有目者盛奸霍去 竟如神龍之破壁而飛 耿耿寸中 不聲傲喪之志 未審輝浩閒霞 尚能遠似吉光片雨 比明畫發書 比明畫發書 認得十集珍藏 永留墨寶否 父情絕刻一套 療功噴飯 為其滿全為賀 宿咸福謝 恭候台安 不酸 龍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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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氣 寫一封信也要這樣寫 第一句,益治泛舟寒水,納雪情緩,恨近光而時親教誨 這封信寫明是回復王竹行的 後面有說,之前收到王竹行長輩的問候 當然是寫信問候,他才能回覆這封信 竟然是回復,回復當然要回想起從前 泛舟寒水,寒水寒江 納雪情緩簡單來說是講師門,拜師 出字的典故,典故很簡單 總之有個學生聽他的講學 他自己坐在那兒講一下,然後累了 睡著了,睡著了,醒了 到處開始下雪了 還沒睡著之前沒有雪 睡醒了,到處都是雪 但學生全部都在聽書 坐在身邊,即是說這個先生有料 不是學生全部都離開了 又是寫信,又是一些恭維的說話 可以用 恨近光而時親教誨 光而也是一樣 很有行地偷到你的光 所以隨時都說 親也就是說跟你教誨的親近 即是經常想起 後面呢 匆匆俄別,渺渺相思 後面就誤會不得上課 匆匆俄別,要跟你分別 分別之後也渺渺相思 相隔很遠,但經常思念 这位长辈 颈奉华咸,访联旧语 后来说明回复一封信 当然是之前收到你的信 颈奉华咸,收到你的来信 访联旧语? 旧语是什么意思? 你听过什么是新知旧语? 新知新相识,旧语就是旧相识 所以新知旧语可以解释新旧相识的众多朋友 又或者你开档做生意 一大档做生意也好 又或者你自顾一个人半做生意半打工也好 也可以解雇客 雇客有时也是 关系半朋友半顾客 新知旧语 访联旧语 收到这封信 立即和旧语 连续 和旧语连续 和旧语连续 真是和旧语连续 试饮大集 愚座春风 立即炒好长辈 你以前写的一些 我猜是诗集之类 愚座春风 春风在文学修词上来说 就是很舒服的风 你喜不喜欢也好 总之就是舒服的 春风 你不喜欢还你不喜欢 在文学上写 愚座春风 就听到你了 看回你之前的大杰作 好舒服 文堪经识后来 思可尚追前古 开篇捧毒配服无量 再夸大一点 再客气一点 这些文章 怎么可以经识后来 可以留给后世 去做戒毛 像古文官子 超名文选 后世每个都要 学中文都要读 思可尚追前古 跟古人的诗一样 都是要学的 开篇捧毒 配服无量 好佩服 好佩服 后面 敬林先生 像你悠悠 琴书 铅色 望齐山斗 入拜昌黎 回宿工场 良心思熟 琴书 铅色 像你悠悠 走又是 走得很好 好健康 走走 像你悠悠 琴书 铅色 看书 看书 写书 又是很甜 简单来说 先生很健康 跟山斗 就是泰山 北斗 那么厉害 泰山 很稳定 稳如泰山 整座山 当然泰山 也有神圣 泰山 和北斗 北斗 北斗七星 永远都要亮灯 这些星 不会熟 接着 入拜昌黎 泰山 北斗都已经做完比喻 再客气些 将寒雨都出来了 和寒雨一样 那么厉害 入拜昌黎 回宿工场 良心思熟 工场 就是很简单的比喻 不说太复杂 学堂 或者是师门 拜师的地方 工场就是这样 出自论语 另外 良心思熟 思熟 就是出自孟子 因为孟子是说自己 是孔子的弟子 叫做思熟弟子 因为没有正式拜过师 因为两个年代差很远 拜不到师 因为他服他 就觉得自己是他的弟子 叫做思熟弟子 总之就是拜师 两个都是解拜师 一二二埋 请孟夫子开甲 孟夫子 请 诸位 儒家创立百余年 大智主张尽为天下所知 一一重申四无必要 就请列位就相亦处辩驳发问 老夫作答 方能切中要害 在下阳珠 敢问夫子 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万岁 民贵君轻 可行 靖 至少 正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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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动荡大争 要害何在 不施周礼 不行仁政 以杀戮征战为快势 视为要害 仁政 周礼 景天志 夫子果真以为可行 果有圣君良相 仁政可行 周礼可行 景天志更可行 邦国兴亡 夫子寄望于圣王复古 实则仁智啊 仁智适得 至少强过先生权术之国 在下正告父子 术智乃法家之学 不是权术之学 如此法家乱世之学也 这集讲完了借一大堆 恭维的说话 客气的说话 就讲自己了 后面开始讲自己了 跟阳城记跡,区区空池,慕蒙六一公然,区乏一场足录 说自己,自己怎样呢?在阳城记跡 在很远水路过来,广州叫阳城 来到这个大城市,谁知道是区区空池 区区,你听过,时光匆匆消逝如白区过区 区区就是白区过区,虚度了很多光阴 茂蒙六一公然,区乏一场足录 茂蒙,这个当然客气说话,错蒙 人家好像选错人,选了我,六一公然 现在是否叫六一公然? 本来广东有四一公然,后来再加两个六一公然 比较大出名的城市 总之就是六一公然有个有地位的人 介绍他做些官位之类 但是呢,区区一场足录 没有份东西对他 为什么没有对他呢? 谦虚的说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长处 是足以令别人记得到 流年之境,轮落天涯,归继难逃,凶狼修劫 这个文章写得挺漂亮,挺浪漫 周围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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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为什么?空围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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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真不嫡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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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躲起來再出來,叫東山再起,躲起來各個地方就是東山 所以現在先生是東山高我,你都不休做了,躲起來就可以東山,不用出來了 後面是玉赤上池,這個玉赤可以看回你的白有首詩有句話 有個先人拿著玉赤就可以量別人的才能 你有多少才能一量就知道了,玉赤上池 後面又說了,真不帝神仙中人 首先這個先生是有本事去看別人的才能 另外也是又讚好這個先生,像神仙一樣 又可以躲在東山裏面,不用出來 煩奸、塵、世奸 對著這些麻麻煩的人 何善如知,所以很羨慕先生 用今時今日 香港的俗話說是上了岸 上了一個優災、猶災的彼岸 是不是彼岸?又不是,彼岸是你的意思 總之就上了一個很穩陣的地方 那就不用休柴休米了 有東西吃、有屋住 又不用每次出來拼搏 那什麼意思?上了岸 不是給我 簡單來說,很羨慕先生 你現在不用休柴休米 有屋住了 聲譽很好,很羨慕你 前聖畏痴,畫覆廢影 屋遇傳官 先生,你記得嗎? 我之前很開心 收到你送給我一幅畫 前聖畏痴,畫覆廢影 屋遇傳官 去到哪裡 我都給人傳這幅畫 每個人都很開心 看到這幅畫覺得厲害 不厲害,不會到處傳 屋遇傳官就是這個意思 但屋遇有木者 聖間霍去 竟如神龍之破壁而飛 有木者 個個都有木 不是這個意思 有眼光 看得出一幅畫直請 所以趁這些 沒有人留意的 很短的時間 就偷去了 然後怎樣呢? 竟如神龍之破壁而飛 神龍又是典故 為甚麼? 神龍是見守不見美的 變成神龍還回到你? 回不了 所以找不到一幅畫 神龍之破壁而飛 你將來不見了東西都可以這樣寫字 實用文就是這樣寫的 你別以為實用文實用 實用文是很實用的客氣 後面說 耿耿寸中 就不勝奧喪之志 耿耿 就是傷心 悲傷的意思 寫中 說真是很困難 說真是困難 就很容易解釋心 心 哎呀 整天都覺得悲傷 這句話又是很客氣才這樣說 未審揮毫 廢豪行下 尚能 遠似 吉光片語 彼明畫 發書 認得 十澤 珍藏 永留墨 寶 否 這句話是很長的一句 一句的問題 這些客氣的用詞就要懂 未審就是 吾知 吾知 吾知你 吾知你 未審揮毫 行下 吾知你 吾知回樊行下 吾知昔 是符 畫畫 寫書法 寫書 寫書 寫詩 也可以 支持 líder 振码 写完之後 會留下箭 有時 就有時也有空 在構 convince ف 什麼 不知怎樣 尚能遠似 吉光片語 總之格光 晟 晟 晟 好 可能有鱗片、羽毛、指甲 騙語就是神獸掉下來的兩塊鱗片、兩條毛 像吉光騙語 你很認真地看這些書畫就像神獸一樣 隨便搖兩筆就是幾條毛 像吉光騙語 令這些文化法書可以 令這些文化法書可以好好珍藏 你給別的文化法書就像十雜珍藏 十雜的意思是層層包裹 一層又包多一層又包多一層 叫做十雜珍藏 永留墨寶否 不知道這樣行不行 否的意思是 不知道剛才一集的吉光騙語 什麼十雜珍藏 行不行 當然 又不只是拿東西 始終都是長輩 而且大家是懂的 所以後面就說 呼情 絕黑一套 療功噴飯 我不是只給封信 後面還說 送一套 絕黑 我自己 絕的就是自己作品的謙稱 自己的作品 絕黑一套 應該都是黑印章 整套一套 紙黑 療功噴飯 又是一些客氣的說話 噴飯又來自蘇東波的 出自蘇東波的作品 組激為新 截斷分開 成四束 這個客人 的確有點難度 是 難就難在 組字和擊字 都是由兩個束字組成 一環一直 截斷分開 就變成四個束字 沒錯 怎麼樣? 做卿家 這次有誰能夠對這副下戀呢 堂堂大宋 不是找一個人來對對戀也沒有 廢話 我們大宋人才仔仔 一個百品官員應付你已經有餘了 司馬卿家 皇上 臣斗膽懇請傳召 利暴殿忠誠 直視館判官告院蘇式上朝 一會耶律師臣 是 皇上 這副對聯不會太難 識日曹子健七步成屍 微臣的才學雖然不如曹子健 但是三步成對一定沒問題 好 蘇大人 你未免太過自誇了 蘇大人 你的上戀是早擊為身 截斷分開成四束 沒錯 我的下戀就是窗門起屋 而多補小作兩間 好 妙呀 把窗戒門裡面的窗字 分成兩個日字 放在兩個門中間 自然變成兩個間字 果然妙絕 廖氏大人 我的下戀不會令你失望 你到底是誰 你是皇上的太父 還是漢林的大官 非呀 蘇式只不過大宋一個八稟閒官 簡單來說就是 哈哈失笑 因為看到那些 真的太過差了 令到人不禁失笑 當然現在的噴飯 通常說自己的東西 會令到人噴飯 就是謙虛的說法 對呀 那些東西太差了 所以就令到人家噴飯 為其滿泉 為何 雖然 很明顯是謙虛的說法 因為遺跡 雖然你會失笑 對呀 很醜 你會笑 但也請你留下這套 我這套印章 為何 有在宮咸經常見到的客氣用語 這些東西為何 令到你有負擔 因為你要背起這幾個印章 你都要保持這些印章 是不是有了負擔 後面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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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咸 非常恭恭敬敬的一封信 就是這封信 為何 就是回覆 福謝 回覆 和答謝 因為你之前寫信給我 和之前有送過話給我 又是一些客氣的說話 恭候 很恭敬 問候 大人 的 安 大人的安 就是安 不宣 很多書信的 最後一句就是 寫不宣 不說太多了 講到這裏了 所以這些實用書信就是這樣寫的 非常實用的 現在也是要這樣寫的 有時候容宇可能會變得現代少少少 但是 態度上 大概也是這樣 再說一次 這是晚輩寫給長輩的回覆信 所以大家要先有交情 大家是認識的 認識也是這麼客氣的 大家是認識的 然後又收過禮物 還要弄不見了別人的原因 但是自己又不夠錢 有時候謙虛得好像很誇張 這些就是 表達你有誠意的其中一種方式 是人都知假的 但是 是要這樣寫的 那不是怎樣 是書信來的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